全民传奇前期解密海盘老师 大家好我是名侦探科技 各位小凯们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万语行动策划的电脑被黑客入侵了 导致很多未发布的内容被泄露了出来 我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隔壁小黑那里获取到了泄密的视频 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可是绝密文件 聪明的小凯 肯定已经看明白是什么了 所以我要给那些跟我一样不太聪明的小朋友 分析一下 这些流出的资料到底是什么 第一点 咱们先看这张图 大家仔细看 直升机 云梯 场景呢 是两队人在激烈的枪战 很强的军事感 那么这张图的真相 只有一个 荒语行动即将更新新玩法了 具体大概怎么个玩法呢 大家可以大开脑洞猜测一下 然后留言评论猜对 没有讲哦 好 第二点 这很明显是一张地图 一张新地图 你不废话吗 我们都看到了 上面写着呢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边玩去 咱们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啊 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摩天轮 整体建筑风格 有点偏向于卡东城堡的风格 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欢乐谷 没毛病啊 这个图应该会很好玩 说到这里我还是有点小期待呢 第三点 公路 箭头指示灯 面包车 以及地上泛起的白烟 这说明这辆车在加速飘移 那么真相 还是只有一个 就是荒野的新玩法 荒野竞速要上线了 你当我们瞎吗 上面大字不写得很清楚吗 新玩法 荒野竞速 还有你分析 来 来个人 把乌鸦拉出去打一顿 好了 兄弟们 我保证乌鸦在这个视频内 是绝对不会再可能出现了 好了 回归正题 以上信息呢 作为一个吃瓜群众 我们只要围观等待就行了 但是下面这个信息 兄弟们 千万不要错过 这很明显是说明 520当天会有专属福利奖励 Well 所以说到时候兄弟们 一定要记得上游戏领啊 好了 最后一点 这张图不用我多说了吧 大字写得很清楚 荒野行动和一犬超人联动了 哎呀呀 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 荒野行动大众的不少啊 除了新玩法 新地图 还有新联动 但是不知道这次联动 是会出新皮肤 还是有其他的新鲜东西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了 本期前面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选人知道更多荒野行动 最新的动态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们 么么么大